中秋节 根据古迹记载 早在两千多年前 古代帝王已有春天忌日 秋天忌月的典礼 依其远无古风登 古人认为 如果没有月亮似于露水 没有月亮圆缺以及农石 农业生产就不可能丰收 北京有名的建筑月坛 就是明朝皇家忌月的场所 祭月的重点是拜月亮婆婆 古老的传说中 以嫦娥奔月流传最广 少俗有言 男不拜月 女不祭祷 就是 少新传统中秋祭月的习俗 分为集体祭月和家庭祭月 以祠堂为集体单位的祭月比较隆重 通常要放祭桌贡品 有女性主祭人主祭 上香 参拜 参祭的一群妇女上前念诵祭月经文 家庭祭月则比较简单 月饼 老南瓜 香煮一副 放在米筛上祭拜 祭拜完了 小孩才能吃月饼 大人会迅速抱起老南瓜 藏到男主人的棉被里面 据说 这样可以给一家人带来好运气 相传 孤月民间还有特别的中秋习俗 就是在拜月后 妇女们会用手指沾着贡月的凉水 给自己和孩子涂眼睛 并祝福到 眼目清凉 寄托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